大家好我是Paul 就会到最后英文一起读 可口可乐有一个新的创举 说创举吗 而且这个东西好像我跟台湾的同学聊 我们台湾好像已经有了 所以总之它的概念是 可口可乐的瓶子 跟它的瓶盖从此以后分不开了 所以可以先看一下图片长这个样子 如果你有看到我影片的缩图的话 已经看过了 所以你看这个cap cap就是这个瓶盖的部分 它会跟瓶盖永远连在一起 他们说我这样的改变是因为 大家通常都把瓶盖当成垃圾丢掉 我觉得我也是 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回收的 把它丢掉当成垃圾 可能就要 你可以想象什么海龟 什么海豚 然后又把它卡在嘴巴里面 你知道吸管擦鼻孔的那个影片 大概全世界都疯传过了 所以总之造成环保的这个问题 所以它能够回收 干嘛不回收 因此它们就让它永远黏在瓶身上 所以keep cap attached and recycle together that's the idea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新闻是怎么说的 另外讲一个字就是 它等一下会讲到tether这个字 所以这第一段就讲到一个有趣的字叫做tether 这个tether就是你连在一起的感觉 就不会断掉了 像小朋友在国外的小朋友 他们在游乐场有玩一个游戏叫做tetherball 其实我没有玩过 只是我看过 那就是它有一个柱子 然后它就有一个绳子绑着一颗球 那个球就永远不会乱跑 跑到飞来飞去你就捡不到 所以你打那个球 那个球就会 因为绳子的关系粘住 然后绕着柱子转转转 然后可能你就把它打回去 两个人对打一下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tetherball 这是比较低年级的同学在玩的游戏 所以它现在就试着把这一个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solve the problem by tethering the caps to the bottle 所以它保持连制的状态 所以tether这个字跟attach 基本上是还蛮像的 attach attach这个是你来比较熟 然后再来我看下去 so earlier this week the British arm of the beverage company announced that it has started rolling out new versions of its plastic bottles 所以稍找这一周 可口可乐的饮料公司的british arm arm这个字在这边这个用法 我觉得蛮特别的 特别拿出来讲一下 一般我们当然理解arm是手臂 但这里你应该可以很容易看得出来 可口可乐在英国的公司 分公司arm 所以你看你想象一下 一个手臂伸出去 伸到全世界去 所以在英国它有一只手臂在那边 这样子 British arm 你如果说分公司 还有一些其他的词 像例如说branch 或之类的 也可以是分公司的意思 branch也有树枝的意思 所以这种比喻的方式还蛮好懂的 所以既然arm可以当分公司 我们就多问一个问题 lag能不能当成是分公司 或者是做分支之类的 它的内容上不是公司的 它换一个脉络可以 就是旅行 有时候我们讲说 拜登总统现在要到处造访世界 像我们都知道立正总统 可能都会访华 访哪里 飞来飞去 所以他们在访这个的时候 他们不可能只来中国一趟 他如果今天来亚洲的话 说不定中国看一下 日本看一下 韩国看一下 然后跟首脑会晤一下这些的 所以我们就会说 这是他今天到了中国这一站 日本这一站 韩国这一站 就用leg这个字来说 所以可能他总共有五个站 那就是有five legs so the first leg of the trip 大概是这样 so the Chinese leg of the trip 所以这个leg可以这样子用 跟arm就正好不一样 还蛮有趣的 所以人身上的一些器官可以应用在 就是可以应用在这些其他的内容里面 所以这个beverage company beverage就是饮料 所以beverage company的 British arm就宣布说 开始roll out 就是开始推出这个新的盘本 roll out the new versions of its plastic bottles 所以这是the new bottle the new bottles feature an attached cap 有讲到一次 tether attached 刚才看过 所以这个design so this is a design that is supposed to make it easier to recycle recycle the whole package at once 所以理论上来说 就是大家所认为 它就会让 这件事情变比较简单 make it easier it就是后面的不定词接下去 so make it easier to recycle the whole package at once 所以一次可以recycle 整个它的package 瓶子加上瓶盖 and keep caps out of trash 所以就让这个cap 就不会在垃圾里面了 前面刚看一个字 我没有特别说 就是它的cap 常常是end up as litter litter这个字 就也有垃圾的意思 litter 它也可以像动词 就是乱丢东西或之类的 好 所以这里很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些有趣的片语 left behind 这left behind要看一下 yeah cool 所以这边说 this is a small change that we hope will have a big impact ensuring that when consumers recycle our bottles no cap gets left behind 所以这是一个 一小个改变 那这个改变是希望 有一个大大的影响力 so small change that we hope will have a big impact 确保着 insuring insuring what 确保着什么呢 当顾客在回收瓶子的时候 就不会有瓶盖留下来 没回收 so when consumers recycle our bottles no cap gets left behind 我为什么要特别要讲 left behind这个概念 if something is left behind 就是他被遗留在后面了 被抛弃了或之类的意思 没有跟着你一起走 所以美国有一个 教育方面的initiative 的一个计划 就是我们不让任何孩子 落后了 然后就救不回来 所以我们要永远 把所有的孩子都 都能够捞起来 然后让他们可以 好好好的受教育 所以那个initiative就叫做 no child left behind 那你要知道 这种标语类的东西 有时候动词 其实是会拿掉的 所以这边的动词 就被拿掉了 no child is left behind 所以is拿掉了 so no child left behind 所以这里是正确的文法 so no cap gets left behind 这里的get就是它的动词 OK 所以不要误解成 left是动词 并不是 so nothing gets left behind All right 好 然后再看一个字 叫tarnish 这个字可以看一下 所以当这个公司的瓶子 或者它的cap end up in beaches on beaches or in landfills consumers recognize them as coke products tarnishing the brand's reputation 所以这句话说的也蛮对的 当这个公司的瓶子 或者盖子 你知道 常常去浸滩的人就知道 到处都是可乐瓶 或这些的 所以当那个瓶子 或者盖子 到了beach上 或者在landfills里面 什么是landfill 其实就是垃圾掩埋场 它就是填土的概念 所以这个词叫landfill 还蛮合理的 所以当这些瓶子 瓶盖 end up on beaches or in landfills consumers recognize them as coke products 所以消费者是看得到 这就是可口可乐的产品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做 就会把这个品牌的名声 给弄污掉 所以斗点后 就分词口句 Stanley常常问的 tarnishing the brand's reputation tarnishing reputation 所以tarnished这个词就是 弄污掉的概念 如果你有玩艾尔顿法环的话 我们就是那个玷污者 还什么的 有点忘记那中文怎么讲 所以每一个玩家都是 the tarnished 然后慢慢变成了 艾尔顿法王 很屌 OK 所以这是个分支构军 应该没问题 我刚想到了Stanley 我就应该要再多感谢一下 我没有在前面感谢 实在也不太对 就是非常感谢 由这个 因为我开了那个super like 是不是叫super like 各位不晓得 反正就是已经开放donation的 有Yvonne跟Stanley 他们就在留言的时候 我看到 这边有donation 我很感激 说真的 我觉得很像一个街头艺人 被人家打赏 反正我也不求赚钱 所以我事实上可以告诉大家 不用donate 我希望大家免费看爽爽的 但如果你真的钱太多的话 你要donate一点给我 我也不反对 大概是这样子 again 再强调一次 我完全不会觉得这应该要设成一个门槛 你有donate才可以看我的频道 我觉得我希望我给出的教育就是免费的 我教你的英文就是免费的 我不希望可以从你身上收到钱 不指望不希望 如果说看影片有那么一些广告的收入 我可能就来铁布一下我的设备或什么这些的 这样可以 以后如果赚钱再说 或许我们可以多加字幕或这些的 其实我认为加字幕真的是一个不太可能做得到的事情 我影片录完之后 我首先不可能有时间加字幕 因为加字幕是一个非常 时间上很冗长的一件事情 你如果说让他自己auto字幕 auto产生字幕 我问题是我讲的东西中文英文夹杂 他一定会有错 你去除错的过程中的时间 跟你自己打字幕也大概差不多了 你说那你可以外包 我问你是很多时候你外包给人家 回来你还是要去proof read他的英文有没有打错字 或中文有没有打错字 这些我都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我会觉得我这边打给你看 你看我这边打的荧幕上的这些字 大概也就够了 As I said I should try my best to type as I speak whenever I speak English 所以当我在讲的时候 我应该就要把我讲的东西打出来 这样同学就可能比较可以知道说 我在讲的是可能你不熟的字是什么 我刚讲完我刚讲的英文就没有打出来 好算了 but anyway 总之这边说 所以他说这个会tarnish他的brand reputation 弄污他的名声 所以结果 more firms are taking steps to try to reduce their waste 所以很多公司就试着 总之减少他们的垃圾量就是了 OK来我们再往下看下去 就是这个for short 这是今天要看的一个重点 所以你看他刚刚说了 我们要减少减少怎样怎样 事实上这边还有一些这种数字上 我不想念 因为我觉得好像在替他打广告一样 什么2030年要能够减少到多少 然后他的回收率要能够到多少 什么这些的 fine whatever you say 但有一些环保主义者就觉得 你们做的还是不够 so some environmentalists criticize coca cola's efforts saying they fall short 所以这个for short就是做的不够 所以你不要再说什么 you didn't do enough you are not doing enough no you are falling short for short 所以短了 这个for是动词 然后就摔倒了那个for 我这个片语给我的很深的印象是 我为什么拿出来讲 或者我应该讲说 我的很深的印象来自哪里 就是story time 故事时间 以前在跟我一起 在咖啡店打工的一个韩国人 因为他是基督徒 我那时候也对基督教比较有接触 现在是完全讨厌 我那时候就会跟他聊一些基督徒的一些那种观念 什么这些的 我就说 虽然说你是基督徒 可是你跟我讲话也会讲脏话 什么干嘛那些的 所以你觉得你应不应该检讨你的行为 他的说法就是 事实上我们身为基督徒 每天活在世界上 我们对于上帝给我们的期望 都是做不到的 ok 都根本达不成上帝给我们的高标准 所以我们只能尽力 然后并且忏悔自己做不到这一部分 好 所以基督徒一天都在忏悔自己做不够 好像的确是这个说法 没错 所以他刚刚 他这个讲的英文 他就是 so everyday we fall short of God's glory so of接下去 所以这个片名我们来打清楚 so everyday we as human beings or as mortals we fall short of God's glory 所以也就是说 每一天 所以上帝的荣光 事实上我们是根本达不成的 我们达不到那个高度的 we fall short fall short of something so we try our best but if we still fall short well we do still fall short we pray for forgiveness 大概就这样子 好 所以for short 这个片语 知道一下下 好 所以看到这里 大概其实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excuse me 那最后一本 我们这边只有一句话 我们把念完就好了 whether their plastic caps are tethered or not the company still produces billions of throw away plastic bottles every year harming our environment our communities and our climate and impacting our health 所以这是一个 总之就是反对可可的 的批评者 无论他们的cap 是不是有连在一起 都不是重点 so whether their plastic caps are tethered or not the company still produces billions of throw away plastic bottles every year 这公司每年还是生产 好几十亿的 所以billions是十亿 billions of throw away plastic bottles 所以throw away的意思 反正就是可泡式的 这样子 所以你讲disposable 也是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字 所以这些throw away plastic bottles every year 伤害我们的环境 以及我们的社群 以及我们的气候 这样子 以及影响我们的健康 好 所以这个讲的是 非常的冠冕堂皇的 骂他一段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也够了 我觉得有时候录短短的 还蛮好的 常常的话 事实上我就是讲太多废话 今天还是讲了一些废话 但我们看一下 今天看过的字 tether就粘在一起 好 所以复习时间 我一直要把那张 我之前做的那张图 掉出来 可是我一直忘记 好 所以复习一下 所以tether是粘在一起的 attach 这个字也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 那分公司 你可以用branch 可是你也可以用arm 这个字 我个人觉得arm 比较少见到 OK 可是我也不觉得 它是精准的分公司 它比较像是 就是有个总部 那这边也是一个英国总部 那总部你把它讲成分公司 好像把人家讲小了 可是总之 就是他的british的arm 就是了 fine 那leg呢 就是说旅行的时候 可以算是第几站 第几站 你就可以说这是哪一个leg 像你去欧洲玩 你可能去什么卢比河之类的 那卢森堡 然后下一站是比利时 所以这是不同的leg OK 这都讲一个字好了 有时候我们讲说 你的行程是什么 旅行的行程 而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可能比较习惯的事是schedule schedule 那音试的发音会 这个sched的k的音是没有的 所以音试的发音是schedule schedule 那每次是schedule 可是如果是旅行的部分的话 它叫做itinerary 或者itinerary OK 所以不一样 所以你今天拿下一个 你今天要到哪里玩 到哪里玩 到哪里玩 that's your itinerary 这不是你的schedule 不一样 好 多学一个字 没问题 这个什么什么 没有东西会被留下来 然后没赶上 so nothing gets left behind so if you leave behind something 那个东西就被left behind了 所以希望这个句子的动词的结构 是能够理解的 然后他说 在海滩看到可口可乐的瓶子跟盖子 这都会弄污他们的名声 所以弄污掉就是tarnish 做的不够 不要只会用not enough 我们可以说for short OK 我for short by多少 或者for short of something 都可以说 OK 好 所以到这里可以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